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我老公来的郡海 原来我们在袜场上班 现在呢 做终点工 就是保姆啊 不是保姆 终点工 学名叫家政服务 这个叫红月娥 红姐 兵团回程的 也是我们终点工 我们是前后有牌的郡海 他原来在衬衫厂做工 能干 老是先进生产者 脚皮嘴不饶人 丈夫去世早 自己也拉上大两个儿子 真的不容易 那能有孩子吗 有啊 我也有一儿子 各出现 变初中了 我们这些终点儿子 都住在一个初中里 有小张 丽云 还有我那个赶新潮的直牛妹儿 可热闹了 后来 又来了一个教斧巧的 我这个故事啊 还得跟他讲起 天天 停一下 天天 停一下 天天 停一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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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快点了 让人抢头 让人抢头 行了 行了 你不咬命了 让人抢头 我的不 这早就忘了命哭 我的不 这两个咱把别扯唱了 我的不 行了 别哭了 让我当车吧 车子还有客人呢 你别害怕啊 我是那主托车师弟 我能做啊 真拼啊 别骂都将 东西溜了 往后再正 再找 走吧 上车吧 上车 我还怎么做你的车啊 都这样了 你还想着不白做我的车呢 行 冲你这句话 我这扯钱不要了 算我的 好吧 走吧 快上车 别让客人久等了 那那个人不是好人 你就是好人了 你这不没言的事吗 这张漫画 我这好行动挡头捋杆费了 那你自个儿看着办吧 我那头了啊 豪自为之 你呢豪自为之 我告诉你 人心是不一样的 看车吧 豪自为之百费 你愿意出发 豪自为之百费 便宜啊 不能激走 能不能激走 你跟洪сыл 你 figures ры 我サイシフ Share 去 посмотрим Và 被 갖 Attila 你看你这签也没了 报也没了 那你打算上哪儿去 你总得有个地儿吧 我也不想得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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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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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想想 你这样 你今天晚上想跟我走 回储族谷 你别误会啊 储族谷啊 就是外地人来着打工的 住的地儿 咱先到那儿吧 到那儿再响车吧 咱们 妈 今天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你说呢 今天不会是您的生日吧 我啥时候过过生日啊 连你老了都不记得 我啥时候生的 那是不是中森过生日啊 下树啊 你爸离开咱们二十年了 妈 那我回屋给我爸把箱按备上 好 好不好 谢谢爸 沙儿 沙儿 妈回来了 多少年没刮这么大台风了 来 来 作业做了没 没法做 你看里边 呛死了 坐在里边做饭呢 这不知道家里有着念书的孩子呀 怎么学习怎么做作业呀 能不能开个窗户啊 至于的吗 这么大风怎么开窗户啊 还不让人吃饭了 你妈把烟盆拿来 吃点简单的不就行了吗 煮点面条 非得烟炸烟炸烤的 别说了 今天是公爵老公二十年的祭日 臭死了 一碗大蒜当菜了吧 没有啊 没有啊 没钱了你还又领货了 你教育孩子那一套啊 我是看不上 我教育我们家孙那个时候 他要是说错话 我拿鞋锥子扎他 公爵 你那是虐待儿童 犯法的那是 娘管孩子犯啥法 棍棒底下出孝子知道不 你就是让你妈把你灌坏了 干嘛非得那么对待孩子呀 我才舍不得打呢 现在孩子挺不容易的 养孩子谁不会呀 有本事真得把自己的孩子 培养成啊 北京的名牌大学生那才叫本事 说啥大话 公爵 你生啥气呀 那谁也没说啥呀 我生气了吗 超 你爸爸回来了吗 你爸爸回来了吗 来 师傅 车费加小费 不用找了 谢谢啊 不客气啊 慢走 前人子 看见方子了吗 没有六起万万答不住啊 没法比 我知道你心气高 老想让自己的儿子当贵族 我心气高 我心气高也被雇主都磨没了 培养贵族 你竟敢开玩笑 来 老爷 帮我做个五块钱的饭盒呗 不行 我今天可没闲工夫搭理你 给多少钱都不行 找你姑去 你姑娘的菜不要钱 快走 姑 你就是不看我这个妙龄少女 总还得看她抄针子 长身体的份上吧 她几天都不见婚下 别拿抄当借惑 你想说什么 干嘛不好好说话啊 韩剧看多了 给我炒个鸡蛋吧 就这就是实话 我不白吃你的 等我有钱了 我给你买一屋子的鸡蛋 三个鸡蛋就够了 做好了人超给我送过来 我还看电视剧呢 怎么送路的 借过来 刚才门客有个男人要把这个 行啊 行啊 最新款的手机 手机 手机 什么人送的 像个香港人 威儿 什么手机 给姑看看 赵 一会儿把班上好了 送我房间啊 妈我看电视起了 回来 姐姐看电视可以 你不行 女孩子们找一个好人家 嫁了就行了 男孩子不好好念书 将来成不了大事 妈我作业都写完了 再说今天是决赛啊 你说这学生他应该 得知体全面发展啊 我这李嘉全是大伯的真传哪 不能给荒废了呀 妈求你了 决赛 嗯 那就看半个小时吧 好 我 好嘛 这点 都别土门啊 开封 辣菜 姐姐 知道现在我过事了 给我准备好吃的了 你准备个头 不让他给我玩静袭呢 这人咋都一样吗 小心点 不就小心咋了吗 来来 让开 这么不给人家 这是谁啊 我把他给忘了 反正您 情况就是那么个情况 祝人为乐呗 姐姐 腻了手累 您看着帮人安排安排 他晚上住哪儿了 赵 你懂事了 应该的 应该的 柳福巧啊 要不这么着 先上我那屋洗把脸 换换衣服 可姐姐去吧 去吧 走走走 别跑 老程啊 你离开我们都二十年了 咱儿子又长大了一岁 我们儿子现在跟你说这话 赵 喝啊 喝啊 不错不错 这衣服还整台人啊 这身材好 看什么都好 漂亮漂亮 这名牌呢 这次名牌啊 我怎么能穿那些名牌啊 这都是那些雇主给的 放着也是放着 福巧你愿意跟姐姐他们 去干总谈供吗 就是我们现在干的 按小时收费 一小时四十到五十不等 不过他新来的 拿不了那么高 能不能得也散失吧 辛苦 我不爱辛苦的 你行吗 我行我行 那行 咱们合计合计 先把饭给吃了 来 这次算倒架 我要先把饭给你 太 drum了 快和再移情 快死了 快跑啊 快h 来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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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我三长两短 我跟我儿子可就活不下去了 你明白吗 傻傻 你别这样 别人家说嘛 别人家说 别乱 我也不清楚 这不里面还正在抢经吗 说了几遍了 那您是负责人 我大哥在您那打拱 说得少 您说您要是不了解情况 那谁了解情况呢 你们又搞错 李兄明是因为自己玩牌 耽误了工作 台风来了以后 他们要按公司的规定出货 出了意外 这能怪我们吗 我们不正在进人道义务吗 人道义务 这是你们的责任呢 我把话说清楚了 前面抢救费我可以出 后边了 我们公司管不了了 你这叫骂我 你这什么办法呢 你敢怎么管啊 妈 今天休民书出事了 咱不去不合适吧 今天是你爸的忌日 你想让你弟遭灾呀 妈 你这 回来 今天哪儿都不能去 你坐着 你是怎么跟他们说的 小总啊 应该说清楚了都说了 这超纸规定的 不该我们负责的 我也跟他们说清楚了 既然你说清楚了 那他们怎么又找来了 之前是这样的 很难缠的 你现在马上去 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给我处理好 丁丁 你可来了 你们老板怎么说的 丁丁 你们把人整成这样了 你们平常都别进来 快点 别进来 快点 别进来 快点 别进来 丁丁 丁丁 我不告诉你 丁丁 丁丁 丁丁丁 丁丁丁 你搞什么嘛 丁丁丁 我说你们搞清楚好不好 这怎么变成我们把你们那个人 整成什么什么样什么样呢 真是的 我知道我告诉你 李修明是 没错 是我们公司雇佣的临时工 他没有给我们签合同啊 他是我们按小时接算的 他不享受任何保险的待遇 你们不明白吗 除了这个事故 他要自己担责任的 他违背公司的规定的 我说你们就不要 胡搅蛮缠了行不行 你说谁胡搅蛮缠的 你们公司要是不给个说法 我一定要找人告你们 你要搞清楚 是他违背公司的规定的 那除了意外 责任在他一方 我们公司已经尽到 最大努力抢救他了 为他用了最好 最贵 最有疗效的进口药 为他付出前所为 有如此高的抢救费用 那你们怎么回事 还要告我们 搞不明白了 不是只有你们说了算 谁不认识几个说了算的人 就凭你们 只讲规定不讲和谐 我一定要找人告死你们 你们赶紧回去吧 赶紧回去筹钱救人吧 我们公司再没有义务 承担理性们一分钱的 医疗费用了 你这什么意思 就以后公司就不管了是吗 管得过来嘛你 你们不管了 我 我 我们怎么办呢 你让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钱去啊 我们还有一个孩子 正在念书 我跟我老公 我们俩挣钱养着 正式攻他上学的时候 你让我怎么办 我瞧瞧你 你跟大经理说说 你们想想办法 你们给他治上 行不行啊 我瞧你 我滚下了 你咋了 我 我求你 我都不滚下了 你滚下了 你咋了 你咋了 你咋上去 你快起来 快起来 你咋了 快起来 这个城市也不是怎么的 你说咋让他哪儿 都能不见 你咋了 除了这个事故 他就自己担责任的 他违背公司的规定的 你要搞清楚 是他违背公司的规定的 那除了意外 责任在他一方 你们赶紧回去吧 赶紧回去筹钱救人吧 你咋下车 鞋命中 你咋下 马拉 赵薇 赵薇 三千六 令云 你瞧 赵德海 一千 你们说 那我哥住院了 他连医院都没去一趟了 还说啥 那几日怕见雪光 他给乡大学的公司带来晦气 瞎子 连句问话都没有 整个就像没事人 还指望他拿什么钱 你们还暂以为 咱卷这点钱 就能绑上大花节了 岔圆了 这只不过就是咱 表示了一点细腻 要想挣的就咱熊明大哥 还得是从你们种点拱有钱的 雇主身上想责 我 李渊 听说你们那雇主最有钱 你得多瞎工夫 整就一把借出个整数 那这整数得多少啊 你照现在这个清新看 难怪得 不得五万呢 啥 哎呀我的妈呀 你可别逗了 你可千万别跟那有钱人谈钱 你知道吗 那不是他慌啊 那是我慌 再惹了 咱个人借了 拿啥还人家呀 小子 说的对着呢 咱们这点钱算个啥呢 也就是个心意 来 记上 来 麦红姐 你就拿这么点啊 咋啦 嫌少啊 那我没办法 快干活去吧 要不连自己的日子都没法过了 还帮谁啊 这人要是没点同情心 还叫人吗 把你手机卖了凑个数 你以为我没卖啊 我早就卖了 你们是亲戚那是应该的 行了 别在穷光蛋身上卡油了 姐姐 你所咱都在通一个五样下住了 你那么琐化本事 让人多寒信呢 传道桥头自会直 没有过不去的 大华人员好 肯定有贵人帮他 知道不 我索局不该索的啊 要这事坦在你的身上呢 那就等死吧 这就是命 你就得贴吧 找不来的 要订阅 我都不得了 你还请他 是你男人吧 刚说着 死吧 哪个是石山家属 是 组织医生叫你过去 如果今天再不交钱的话 我们只能停止有效的治疗 劝你转院了 刘大夫 您 您再给我几天我 你老公现在的状况 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治疗 只有这样 他的骨头和肌肉才不会坏死 如果只是维持一般的治疗 那你就干脆出院吧 说实在话 该我做的我都为你做了 我并没有因为你们是外来工 就歧视和怠慢给病人的治疗 我为你申请了两次特殊用药 还免去了一次抢救费用 你还是尽快地回去 想想办法解决钱的问题 咱伤 想想办法解决 我发生的这个性格 把那种恐惧都消失了 然后呢 拿了 你出现了 你出现了 不是 我说我 我是需要救费用 因为你有一个权脏 你住在户离 我就拿出国了 你住在你一边 要着积极 现在出来 嫂子 你拿着吧 要不 马上给我喝治病了 不 我还得去李安香那里看 她说有事找我 我得先走了 李哥 我也去雇主那儿了 都两天没去了 晚上我来替你 走吧 哎呦 我见过缺心眼的 没见过像你这么缺心眼的人了 下雨下了这么长时间 你才出来收衣服啊 刚刚跑到哪里去了 你看看你把我的白毛衣 洗成什么样子了 红一块黄一块的 你怎么会这样洗衣服的了 毛衣还会拿去洗衣机里搅的 我觉得你是诚心在气我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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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燕姐 我 我不是诚心的 我好好做还做不好呢 我哪敢诚心呢 对不起啊 白太太 对不起 你就知道对不起 你看看这件衣服我还怎么穿 这是我新买的好几千块钱羊绒的 你知不知道 我还能穿吗 拿去你穿了 你怎么这么笨呢 从进了我们家你就开始惹事 今天大事明天小事 没有一天你不出事的 你砸了我家多少东西啊 你是不是诚心捣坏我们家的 梅燕姐 我娘说了 那饭可以乱吃 那话可不能乱说呀 我不就是喜欢你一件毛衣吗 那咋还成了破坏你家庭了呢 哎呦喂 说你这个人傻吗 你还不承认 手脚笨耳朵也不灵啊 我说你要毁了我们家 我可没说你要破坏我家庭 你以为你是谁 我的家庭你可以破坏得了的吗 真是的 还就喜欢一块毛衣 你已经弄坏我家多少东西 第一天来 你把我的玻璃弄碎掉 第二天转个身我的古董 你就给弄到地上去 知不知道那多少钱啊 几十万的东西啊 大黄大黄 阿姨什么事 我昨天都跟你说过了 让你把卫生间 除备你的东西清理一下 我做完了 你今天还没上二楼呢 对我 我马上去 平常好好的今天怎么了 让你包个鸡汤你整机就给我下锅 肚子都不知道开堂的 喂你家吃鸡不开堂啊 我真是不知道 你的生活水平怎么那么差哟 你们家做事怎么那么超啊 有像你这种人哪 还要在人家做终点工 我看你笨手笨脚的 你会毁了这一行啊 哎呀我看这一行 你还是不要做得好 我不知道你在农村的时候 都吃些什么 想都想不通 我娘说的 我知道你娘是谁啊 你娘怎么没有给你 娇娇聪明的了 就是了 好笨哦 这个女人 我妈妈 那他不妨蒸 大人 那天 你这下吧 那你就给一点点 鑫子 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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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吧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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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怎么了 乔教授 你 您用洗手间呢 我先出去了 哎 你没搞错吧 这是厨房 华华 你 瞧瞧说没事 头天晚上太热了 蚊子又咬了 我就没想到 这比我们家可是 可能就热多了 大华 到底怎么了 有 诸葳 来了 坐坐坐 好 来个正好 哎 我这儿有一个活儿 只有你能干 真的 那是正美经还是港币啊 夸张也没你那么夸张呢 好 我这儿有一个活儿 那是正美经还是港币啊 是个法国人 想给刚来中国的太太 找一个陪伴 她要懂英语 年轻 受个教育 最好是生长在 城镇的人 那这个外国人 还很懂得中国国情吗 她可是个中国通 人家还回说中国话呢 那工资呢 月薪 美金 人民币六千 怎么样 九百五十三块美金啊 看来 你还真的很熟悉美金啊 那 这么算起来也不多啊 对了 你还得交一千块钱的押金 还要交押金啊 所有上外国人家的 中国服务人员 都得交押金 不会赶紧 你 国家 东西 我来找您 不是英文才管你近吗 除了借钱 其他什么都行 偷索您是有千绪没后绪的人 面不许穿哪 我来找您正是为了借钱的事 又是你妈等钱做手术是吧 别说我没钱 有钱我也不借给你 我借你撕个字 赶紧滚蛋 咱都是出门咱来的 对吧 谁都有男的私话 滚 我借点凯随把插气了行吗 滚 全部人都没有 到您在 海山园林的连连边 我在孤独的路上 我没有听到 乔教授 我这跟您说完了 我这心里好受多了 我去干活 大华 心里好受的 可 下面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想过 我不能放弃 出租屋里的人 还有跟我一起出了打工的 他们帮我凑了点钱 先把眼下这关过了 你这些大工姐妹们 都很不容易 他们能这么帮你 真是他们的一片心意啊 我知道 他们给我凑的不光是一点心意 他们是想帮我凑一点勇气 凑一点坚定 凑一点坚无放弃的历历 这才是你大华的个性 说说 你老公 跟他们公司的脑洞关系 是怎么回事 好 喝点啊 ó 去两花 这钱 手 是 还麦 丑 嘴 几个 事 carried 手 Jacqueline 其idir 小姐 那个拖海我已经洗好了 凉着凉台 下午娘记着收回来 她现在回来找不到 你朋友出什么事了吗 是啊 我朋友的老公台风那天晚上 在码头上干活 差点就被砸死了 还好长就及时 给捡了条命回来 现在还在医院里面躺着呢 你是不晓得 那个治疗费好贵啊 每天要花好多钱 就出门在外的 谁都有个困难不是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 被强劫的一无所有 还是他们好心地收留了我 我这份工作都是他帮我找的呢 现在他们家出了那么大的事情 我也想帮帮他 可我又刚来 没有什么能力 就想说 看能不能 先从你这里自出点工钱 苏小姐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我不喜欢一个太过于复杂又多事的人 这是你的工资 还差几天没做够时间 我给你算一个月的 现在你可以离开 顺便把门挂好 你们可都是大华的老相了 他遇上事了 你们怎么能不管呢 你和你嫂子来的时候你们认识谁呀 不是他管你们吃管你们住啊 咋吧 那可不是百八十块的事啊 咱哪有那钱呀 就是啊 住院一定就要一百多块钱 难道我们不吃不喝的来帮他呀 谁还不存点钱呢 取出来救救急呢 洪姐我得走了 时间到了 不能给耽搁了啊 你就这么走了 反正大华帮过你们 你们现在他出了事不管 以后咋有脸见他呢 洪姐 那你能出多少钱吧 我哪有钱呢 我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我还给供一个儿子上大学呢 他我也没钱呢 我虽然呼不起大学生 可是我也要供养家里的老朋友吧 我给你们看着办吧 那好吧 多少是个心意吧 我出 我出一百吧 那我出一十吧 这够干啥的吗 对了你告诉他 等他有了记着还我 洪姐 你有你就多出一点呗 我们真的没钱 时间到了我们要走了 就是啊不能忙帮不上 还把活给丢了 这没良心 我们充分考虑到他们的经济状况 没有为难他们 我们公司好几百个临时功能 总不能出了事故 都找我们负责吧 肖老板 请问您在这个位置上做多久了 我想这个您一定看过 这样吧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公司所有的临时功 都是签订了正式合同的 只有李星明这种按终点计算的没有 您这上面有写吗 可能没有 但是我想 这类事件 一旦上了法庭 就会有的 你不要误会 我们公司 一直是一个遵纪手法 按照规章制度管理的 优秀企业 正因为这样 我想您是知道的 两会在即 政府正在听取代表们的提案 社会和谐 民生民计 是重中之重呢 我知道 你非常希望得到政府的肯定 可目前的经济状况 政府眼睛盯着呢 就是企业员工的生存问题 你在这个时候 因为一个员工的工商问题 失掉企业表现的机会 何去何从 难道你就颠不出分量吗 请问您和他是 我是乔教授家的终点工 他也是我的朋友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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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